晚餐时间喜欢吃鹅肉的民众要注意这则报道 卫生署在今年8月份抽查了一批鹅肉 结果查出了北中男友三间摊商 他们卖的鹅肉含有禁药 可能会导致男性高丸萎缩甚至不孕 而现在要追查的是到底是环境的污染 还是恶意的添加 但是由于官方的检验时间长达两个月 这批有问题的鹅肉早就被民众吃下了毒 台南永康道区的知名鹅肉餐厅 傍晚正准备做生意 却被食品药物管理局公布 日前抽检食品残留用药结果 发现鹅肉有残留禁药 流向包括这间餐厅 老板娘赶紧澄清 现在这批鹅肉保证没有问题 比手掌还要大的鹅肉 用塑胶袋包了起来全部查封 卫生署食品药物管理局8月抽检 现在才公布 验出全台有三家鹅肉摊 贩卖违法添加禁药的鹅肉 全部鹅肉已经被消费者吃下肚 三间摊商分别是 位在新北市的鸿灰食品 供应商来自嘉义养殖业者 以及位在台南永康的台西鹅肉 供应商来自云林养殖业者 第三家则是位于台中市的餐厅 不过坚持不愿意透露肉品来源 被卫生局开罚 台中市的那一案已经有开罚三万块 新北市的这一件事 移送给嘉义县 嘉义县政府的农业局在做处理 那台南市的这一件 移到银银县的那个农业局在处理 这次被查出鹅肉添加的禁药 佛甲黄绿莓素是一种基因毒性 医生表示将可能造成胎额畸形 男性睾丸萎缩不孕 生殖器发育不全 也会影响造血功能 这次问题而肉 北中南都有摊伤中标 相关单位已经在追查 禁药残留原因 如果养殖业者是恶意添加 将依法送办 中天新闻综合报导